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民陣解散的問題 有人將它聯繫到香港的自由 示威、遊行的自由 所以我希望能夠給一個全面的回應 第一就是在《基本法》之下 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進行遊行 示威甚至組織參加公會的自由 都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所以這些個別的社會團體近日自己自願自動解散 是完全與自由無關的 危害國家安全或者不符合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些是紅線 是不應該觸碰的 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這一類以往是很肆意觸碰紅線的社團和人士 我自己認為 他們選擇在這個時候自動結束或者解散 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是與行使自由言論是無關的 但正如執法部門的首長也說 自動解散了一個曾經觸碰紅線的社團 不是等於是一個免責條款 有關的機構仍然會按著法律的要求 去搜集證據和作出調查 如果是有違法的行為 也會由檢控部門獨立作出這個決定 過去兩年多經過了《黑暴》和《國安法》 整個香港是上了很深刻的一課 包括特區政府 包括我本人 我們現在認清楚香港的複雜環境 認清楚香港在沒有《國安法》的保障之下 是會成為一個顛覆特區政權 危害國家安全的橋頭部